李叔是一名香港警察,多年前全家发生车祸,深爱的妻子不知身亡,剩下妇女二人相依为命,随着时间的流逝,女儿一天天长大,变得越来越叛逆 疏于沟通的李叔给女儿买了一条手链,想和女儿谈谈,随着女儿带来了男友,本来年轻人谈恋爱很正常,李叔无奈再也默许了 但随后被告知女儿未婚先孕,两人打算结婚,这让李叔很难接受,即愤怒又心痛的李叔找来警察,以诱骗少女的罪名将男友抓走,杀一杀了小情侣 在女儿做了堕胎手术,伤心的女儿一气之下去了泰国旅游,找朋友善心抚慰心灵创伤 却在泰国发生意外,被人绑架,几天之后,李叔接到女儿朋友的电话,得知女儿几天前失踪,李叔连忙赶到泰国,见到当地刑警队长崔杰 他们找到了女儿最后的现身地点,细心的李叔在监控中发现一名可疑男子跟踪女儿,李叔和崔杰通过监控调出嫌疑人的样貌,并找到了他 通过盘问查明这个人在女儿失踪当天根本不在泰国,他跟踪女儿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头盔欲 愤怒的李叔将那人暴打一顿,第二天有人在海边发现一具无名女士,让李叔来辨认 提心吊胆的李叔揭开白布发现,躺着的并不是女儿,这也给了他一切升级 他来到记者面前,请求全市市民帮忙提供线索 而李叔则在女儿消失的案发地点询问过往路人,却无意中有了头绪 一个失足妇女在海边目击,他女儿被警察阿斌掳走 第二天李叔找到阿斌,把他抓到一个废旧工地 差点被李叔打死的阿斌最后才说出女儿被关到了一个很偏僻的小屋 李叔在途中与绑女儿的车插肩而过,在小屋扑了个孔,只发现女儿的手链 警察出现将阿斌救走,在阿斌的手机里,失足女认出了沙茶 沙茶以前是一个雇佣兵,从事人体器官买卖,在当地开了一家大型屠宰厂掩人耳目 与此同时,市长秘书找到警察局长,也就是吹杰的岳父 他要挟去剿灭人体器官买卖工厂,同时连同李叔一同设赏 一如惯例,局长和吹杰夫妇周末聚产,将真相告诉吹杰 原来这不是一桩普通的绑架案,他们摘出女孩的心帐是为了救市长 明天报纸就会登,阿斌被李叔打死,李叔被就地枪毙的新闻 如果不照做,他们一家的生命也会有危险,这让吹杰陷入两难 市长秘书点名,让吹杰指挥这次突袭行动,逼他站队 特警准备就绪,吹杰这时看到李叔独自走进屠宰厂寻找女儿 良心不安的吹杰迟迟不肯下命令 李叔寡不敌众,遭众人围侃,被赶来的吹杰救了性命 混乱中一对特警冲了进来,贱人就杀 看情况不好的吹杰抱着李叔,则躲进另一个房间 隐匿的沙茶冲了出来,和吹杰打了起来 在这里李叔却发现一处冷藏室,在其中一个格子里找到了自己的女儿 看着女儿冰冷的尸体,李叔贪坐在地,失声痛哭 愤怒的李叔冲出来,一刀将沙茶砍死 就在这时警察局长走了进来,拿枪指着李叔 想要当场击毙他,被吹杰阻止 局长拿出电话,原来吹杰怀孕的妻子被人威胁 李叔请求局长去见市长秘书,他有办法救出吹杰的妻子 来到市长家门口,为了不连累吹杰,李叔把他扣到车上 一个人来到市长家,摸进市长的病房 他将头放在市长的胸口,倾听女儿心脏的跳动声 不禁流下眼泪,随后市长秘书走进来 李叔得知市长秘书的姓名可保吹杰一家平安 开枪替女儿报了仇,在绝望中引淡致尽 吹杰的孩子如其降生,他的表情由喜准备,耐人寻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